大家好,我是徐亚宁博士 我的工作经历包括了在美国K到12年级的中小学英文老师 之后我到各大担任教授 专门训练美国老师如何教英文 之后我自己又修习了心理学 那在这几年过程当中训练了很多的美国老师 也训练了很多亚洲的老师 尤其在最近这几年 时常到亚洲担任一些顶尖国际学校的顾问 帮助学校排养老师 帮助家长以及孩子们一起成长 我出了三本书 做个不完美的父母 前进美国大学 教出双语力 三本书都是根据我在美国的教学经验 所写给的天下华人的父母 华人父母在这一代呢 我觉得接受了很多的挑战 不只有上一代跟下一代的融合 如果是在美国的家长的话 一定会发现到东西方教养文化上的差异 所以这几项重点都是我心里一直有很大的感触 也能够体会父母的不容易 三本书里面记录了很多 如何培养孩子双语能力的片段 以及如何父母跟孩子一起成长 一起双赢 我希望全天下的父母 能够轻松开心地教养孩子 然后在教养孩子之余 也给自己一片小天地 尤其是妈妈们 很容易为了孩子牺牲自己 所以那在疫情之下更是容易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谈一谈 如何在疫情之下 父母孩子能够互相扶持 孩子成绩 蒸蒸日上 父母也会觉得宽慰 甚至有小确幸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上网课对孩子和家长来说 都是一大挑战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如何在疫情之下 让孩子课业持续成长 家长又能够压力减少 并且能够帮助到孩子 的确有那么多的挑战 我们有几点可以注意到的 第一个 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安静 没有干扰的学习环境 有效的学习需要专心 所以像客厅啊 餐厅 厨房 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 就不是很适合孩子念书了 最好是在孩子自己的房间里 不受干扰 专心做功课 第二个 孩子上课需要的课本 笔记本 书本和文具 全部都要准备好 第三个 网络上课 那么电脑和WiFi是一定要有的 家长要记得 确定家中的WiFi是流畅的 电脑也有更新版本 如果能帮孩子准备一台印表机 那就更好了 因为很多的功课 讲义们印出来的话 孩子可以花重点 如果有经济上的考量 家长可以和学校联络 请学校帮助筹备上课需要的电脑 以及相关的设备 还有哦 虽然孩子在家里上课 但是一定要有时刻表 要把孩子当作 在学校上课 早上七点半起床 洗脸 刷牙 吃饭 换衣服 树立整齐 要维持生活的节奏和规律 这样子学习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啦 千万不要让孩子一天到晚懒洋洋的 成天穿着睡衣 日夜颠倒 一定要按照学校的课表 在家里上课也是上课 第五点上课 往课的时候 眼睛的确容易疲劳 所以呢 爸爸妈妈们可以在电脑上 装上那种防蓝光的荧幕 下课的时间 一定做做眼睛操也好 或是让孩子看看窗外 在电脑坐了 前面坐一个小学之后 起来动一动哦 电脑桌要符合人体工学 解决才不会出问题 第六 要了解孩子学习的情况 除了可以和老师保持联络 也可以和孩子互动 比如说 问问孩子今天上了什么课呀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今天休息会怎么安排呢 做洗脑 需不需要怎么样调整 这样子的互动呢 可以了解孩子学习的情况 也让孩子了解 爸爸妈妈是很重视孩子的学习的 第七点 疫情之下一定要保持运动哦 其实呢 跟孩子如果有个时间 每天半个小时 一起散散步 增济亲子的关系 也能增进大家的健康 孩子上网课 父母不要盯在旁边看哦 因为孩子上网课的时候 父母在旁边 孩子通常会非常的紧张 老师教学也会紧张 会影响老师教学的进度 还有孩子学习的过程 所以父母呢就让孩子专心的学习 第九点 疫情之下大家都很疏离 其实都很孤单的 小孩子更是如此 上网课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 所以呢 虽然目前为止可能跟同学见面的机会不多 但是父母可以安排 譬如说也许一个礼拜两三次 固定时间 三五号都一起去来吃中饭 聊天 那么这样子孩子孤单感可以减少的 第十点 虽然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无奈哦 我想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无奈的时间 变成一个难忘的时间 譬如说 可不可以全家一起来编辑家庭相簿 或全家一起去做做饭 但目前大家都在家里 所以就有一些家庭的小小的家庭计划 可以一起来做 那最后呢 我想给父母好好的打打气 在冠状病毒的影响之下 大家都很沮丧 很孤单 也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那么通常我们的人的反应 是会先否定这些情绪的 譬如说 孩子说我很烦 父母通常就会说 你不要烦 别人也是这个样子的 甚至有时候会 跟身体会说有什么好烦的 你不愁吃不愁穿 隔壁的大墙都没有抱怨 对不对 为什么要烦呢 其实这样的对话呢 无事无补 因为孩子们的情绪 是需要释放的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 父母可以换个角度 跟孩子对话 比如说 孩子如果说我很烦的话 父母可以说 的确上网课的确很孤单 你一定很想念你的朋友 孩子可能就会说 是啊 我真的好想念玛丽跟约翰 父母就说是啊 孩子可能说上网课 眼睛好痛 妈妈爸爸就可以说 的确眼睛的确很容易疲累 妈妈爸爸也心疼你 然后这时候 孩子可能听到都觉得 好感动 爸爸妈妈好了结我 然后孩子情绪释放之后 父母就可以问了 那这些问题你觉得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呢 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得上 你的忙呢 这样子的话不但能让孩子的情绪得以抒发 也能让孩子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有我们也不用动气了 对不对 太好了 再好也不过了 所以呢 有这种情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尤其在疫情之下 大家都很难过 烦躁 伤心 失望 生气 甚至恐惧跟无助 那么所以给孩子能一个放心 抒发情绪的空间 就变成非常重要了 然后呢 我要跟爸爸妈妈讲 孩子可以释放情绪 我们大人一定也要释放情绪 大人的世界更是辛苦 我们还要担心经济问题 然后家里的父母 还有孩子的诚客业的问题 所以这段时间绝对可以让孩子知道 爸爸妈妈其实也很辛苦 然后呢 爸爸妈妈需要自己的空间 孩子跟我们绑在一起 24小时 老师说 其实大家都有点能痛苦的 所以爸爸妈妈妈 绝对可以开个小差 自己去放放风 然后呢 这绝对不是自私 这是必要 因为情绪稳定的父母 幸福的父母 才能够把孩子照顾好 那我自己有三个孩子 虽然两个都上大学了 老三也上12年级了 生活上是不需要我照顾的 但是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部跑回家来了 整天绑在一起 大家都有点喘不过气来 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 大家一定要给彼此一些空间 这段时间呢 我们也不要要求完美 我们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互相谅解 互相当对方的垃圾桶 这样子的话 全家情绪就会更稳定了 孩子的学习自然也会更好了 一定要记得先照顾好自己 幸福的父母才会有幸福的孩子 然后这时候呢 也是跟先生和太太 培养感情的好时间 大家都在家里 对不对 所以呢 有时候就夫妻两个去 散散步 不用带孩子 我们需要大人的世界和空间 另外呢 疫情之下 大家时间都变多了 所以也可以有个时间 比如开个读书会 有个时间 大家一起上网聊聊天 最后我想谢谢大家 世界日报 还有麦当劳 一起促成这项 很有益的讲座 这段时间 大家一起互相照顾 帮忙 一起走过这段特殊的经历